封女孩芊芊 哈囉大家好我是封女孩芊芊 嗨我是玉環我叫Eva 然後呢Eva她在網路上看到我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動機你想要做改變 其實是一直都有想改 但是就是之前就是 我其實最近剛離婚 然後之前其實一直想做 但是會覺得家人可能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會有點不理解 所以呢就想說那就算了 那最近因為剛離婚嘛 就想說應該要好改變一下自己 對就是她的肚子這樣 她有一層肉 一層肉我天哪 她有一層肉所以呢 我先改完她的臉之後大概條了 然後覺得ok了之後 我會開始動她的身體 她的這個肉這個肉我會動 你有沒有覺得很緊張如果做手術的話 有非常好 現在勇敢來找我然後要做改變 其實很棒 就是因為真的很多女孩子這樣 可是找我一定要夠堅持 因為這條路很辛苦 那我們接下來要改造你的部分呢 我會先從你的眉跟唇開始改 今天就是要來講一下就是我當時看到她之後 我是怎麼改造她的 那這時候她來找我的時候也是一年前了喔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是她當時在素顏的狀態 那那時候呢就是我先去判斷她的眉毛 那基本上她的眉毛是比較適合霧眉的手法去做的 以霧的手法去做會對她整個臉型的整體上會比較好 那基本上也是做一些比較平一點也不會做得很歐美 因為她整個人的氣質也不是說走歐美風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她的眼睛 因為她的眼睛雙層感很重喔 這邊很多層 然後她的眼頭啊也都是封閉式的 那左邊也是只有一層皮而已 所以很明顯看得出來她體驗技術已經鬆掉了 那她的皮這邊折皮也就是太多了 所以呢就幫她就是做了一些雙眼皮的改造 然後還有開眼頭的狀態 那因為她的鼻子其實就是我們單看去看鼻子 你不會覺得她特別好看 可是擺在她的臉上算是適合她的 那她的側面其實是非常立體的 我就跟她說你不需要去動鼻子 所以呢她就聽從了這個建議 然後去做這項的調整 那接下來呢我去調整了她的嘴巴 因為她的嘴巴其實算是就是顏色蠻烏唇蠻重的 特別特別沒有精神 會感覺很像生病的感覺一樣 當時就是幫她做了一些烏唇上的改造 沒有幫她挑很紅的顏色 因為很紅的顏色就不太適合她的皮膚 挑很淺的粉色也沒有這樣子做 因為也帶不過她本身的霧唇 那所以後來幫她挑的顏色是屬於這樣的 比較偏粉桃色的顏色 然後再搭上她的整個臉型的時候 那會覺得比較融洽一點 那挑這個顏色呢是因為我必須看她原有的原先條件以及限制 那這樣子再下去幫她做調整 那最後的成果才會是最適合她的唇 那基本上呢我們也沒有辦法挑一些比較紅色 紅厭度比較高的顏色 因為如果太紅會讓她的皮膚還有整個臉會顯得比較暗 比較老氣沒有那麼好看 那到後面的時候一年後她的顏色就越來越亮 越來越透 那這個顏色呢也會比較搭她現在整個人的臉的一些氣質跟風格 因為霧唇她不是一下子就是會有明顯的改變 要讓她素顏變得很自然 但是人家看不出來就是她好像有去動了什麼手腳嘛 所以這個過程一定是要等待的 所以在一年後的時候呢她的唇就變得特別自然特別好看 她的身材是比較算是比較有肉一點點的 所以當時也請她去做了一些減肥 她也就是很認真的去做了減肥 然後很持之以恆 我覺得非常好非常好 那有影片你就會看得出來就是她的素顏狀態的臉 也因為就是她的減肥 所以臉型變得比較就是算是比較椭圓一點點也變得比較好看 那這樣子全部做完設計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她的頭髮 就是請她不要染淺髮色的頭髮 因為她的皮膚比較算是中色的 所以她不適合淺髮 但是如果太黑的頭髮呢也不是說很適合她 所以那時候有跟她說她比較適合什麼樣的髮色 那在顏色的選擇上呢我們沒有幫她挑很紅的顏色 因為很紅的顏色就不太適合她的皮膚 那有一些姿她也有點掉 那皮膚也有去做了一些蜂巢一些改善雷射的改善 到後面一年後呢雖然她還在一個持續改造過程中 但是我還是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已經變很多了 連她身邊的人都有感受到她的蛻變 當時呢還有改造她一個地方就是 讓她跳脫她現有的舒適圈 因為做能量太多了 然後改變一個就是全新比較有正能量的一些生活方法 那這樣子對她而言呢也是一個非常好前進的方式這樣子 就是她當時也聽了這個建議 然後也是很努力去做這個改善 所以一年後之後呢她現在就是 她覺得她的心態上還有她的個性 她整個人就是這一年我這樣子看下來 我覺得她不僅僅是外貌改變 而是她的內心的健康度 而且還有是她快樂的程度已經就是變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由內然後散發出來她真的在快樂的那種感覺 那這些故事呢我覺得就是 等一下就是請她分享給你們這樣子 那就是 因為她聽到個人情緒 可以送她聽到 她說一句話 她經兔,她看她眼網 她新鮮 dwell,她皆是最關鍵的 她的聲明 我們可以買的